TVB一言黄欣颖今年4月因为被曝光出轨人夫许志安 事业全面被叫停 连带之前拍好的剧集跟综艺都全部被封存 黄欣颖之后离开香港千万美国 据说是到当地求学 近日TVB方面突然宣布黄欣颖有份拍摄的剧集 《牛下女高音》成为今年的台庆剧 并确定在10月份播出 据悉TVB方面虽然不用黄欣颖为剧集做宣传 但却想安排她做深情的道歉专访 可是TVB经纪人部门 剧集监制以及宣传人员都联络不上黄欣颖 柔传她已经决定全面退出娱乐圈 并改了全新的英文名以及转韩做地产经济 并很少踏足很多华人的唐人街 主打和外籍人士做生意 打算在美国重头再来 另外有指黄欣颖已经对香港的娱乐圈心思 因为当时被揭露出轨许志安后 曾向当时的男友马国民求原谅 并且每天和对方保持联络 但是在半个月的冷静期后 马国民最终决定分手 令黄欣颖深受打击 不愿再回到伤心地 又怕回到香港后受人指点 以及令家人受牵连 因此认为留在美国重新发展是最好的选择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